大家好,我是Leader 郑立德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这个月的深夜读书会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郑伟全老师,Vista老师 他也是这本《文案力就是你的超能力》的作者 我们知道Vista是非常有名的知名的讲师,顾问 也是畅销作家 我想我就不耽误时间 我们就是不是刷鲜花掌声 我们欢迎Vista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吸引力的文案力 就是你的超能力 好,谢谢 谢谢大家,我的声音OK吗? OK 好,那我就开始 首先谢谢主持人 谢谢深夜读书会 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那么我们今天呢 接下来的时间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那这本书的书名叫《文案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这本书是去年2022年10月左右出版的书 那么到现在也已经快半年了 所以不算新书了 但是我希望说它可以是一本长销书 或者是可以一本放在案头上 大家随时可以翻阅的书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文案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是前面一开始 还是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再来我们就会跟大家聊一聊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文案力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背景不同 我们每个人的工作 兴趣可能也不大一样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需要文案力呢 所以接下来会跟大家聊一聊 再来就是会跟大家来谈一谈写作这件事情 那来带领大家来认识写作元素 那最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打造文案密码 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写出西津的文案 我们都希望我们写出来的文案 能够被更多人看到 而且更被更多人喜欢 然后甚至是提高这个转换率嘛 所以我们今天 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谈谈这本书 那我从这本书里面 抓出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一开始就还是先不能免俗 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姓郑刚好跟我们主持人同姓 我们都是姓郑 那么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就比我们主持人复杂太多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是非常重要 那我名字太复杂了 所以这个可能大家就称呼我Vista吧 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 那么我是一个跨领域的发展者 我过去做过很多不同的领域的工作 我最早是工程师 后来做过产品经理 做过记者 做过编辑 做过主编 做过总经理特助 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 那现在呢 除了在企业授课之外 做一些顾问咨询之外 我也在像经济日报 等媒体写一些专栏等等 然后另外我还有一些专案 所以大概这个是我的一个背景 那么如果以授课 来说的话 比较聚焦在下面这几个部分 像是文案写作 内容行销 个人品牌 还有媒体沟通 因为我过去在媒体服务过嘛 所以像是媒体沟通 或者是新闻稿撰写 这些范畴都算是我比较熟悉的部分 那也因为我在产业界服务过 所以呢 也不是单只有媒体的经验 所以我大概能够理解 不同产业的需求 所谓甲方跟乙方的想法 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背景 那我自己有些网站 如果各位朋友 你有兴趣来看看我的网站的话 也欢迎大家来看看 那我的网站上面会写什么内容呢 比方说像我这个Vista这个官网 我上面会有我的Podcast的节目 然后会有一些关于新书的介绍 或者是一些科技趋势的介绍 这个是我在Vista.tw这个网站上面 提到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另外还有一个网站 叫做内容进行室 这个网站呢 顾名思义 它谈的就是跟内容产制 以及内容行销有比较大的关系 因为像我们今天谈的这本书 主要是谈文案写作嘛 但其实如果各位你有关注文案 这个领域的话 你应该会发现 其实现在方间 这个有关于文案写作的书 或者是文案写作相关的课程 其实还蛮多的 那当然有很多我们台湾本地的作家 或是很棒的老师 也有很多欧美啊 日本甚至是对岸的一些作家 也都非常厉害 但是文案写作的资讯 其实算蛮多的 但相对来讲 内容行销和内容产制的部分 就比较少一点 所以当初我就希望说 可以做一个网站 专门来谈谈内容产制 跟内容行销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对于内容产制 或内容行销 内容创作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你来我的网站逛一逛 因为我需要把它打造成一个 内容的资料库 那么各位 当你对内容有兴趣的时候 你就可以来看一看 那当然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嘛 叫做内容为王 对不对 那当然内容就不是只有文字的范畴 比方图像啊 影音啊 懒人包啊 简报 这些都是内容的一环 所以各位 只要你的工作 或者兴趣跟内容有关 都欢迎大家来 这个内容进行试 看一看 那我们可以有一些 更多的交流 那么另外啊 最近我做了一个新的网站 因为最近AI很热嘛 我们这个2月3月 我想大家应该都在 都在这个每天都被 AI所这个 所这个洗版吧 一下这个微软 推了什么新的产品 等一下Canva 又推了什么新产品 Google推了产品 所以最近我就 也陆续的开 做了一些啊 关于AI的课程 或AI的讲座 然后也有很多人问我 有关于AI的写作工具 或行销的工具 所以我最近就做了一个新的网站 专门来谈 谈这个AI写作跟AI行销 那当然也是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呢 我们回到这本书啊 那这本书刚刚提到 是在去年10月出版嘛 那为了这个宣传我打书啊 所以我在脸书上面 有开一个同名的社团呢 也是叫做文案力 就是你的超能力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 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加入 上面我会分享一些 新的一些资讯 然后另外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这个出版真的是不容易 你说要宣传啊 要打书啊 其实都蛮难 所以一方面很开心 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上主持人的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 另外呢 我也准备了一些免费的这种资源吧 英文叫freebie 那所谓的文案力大礼包 我要送给大家 那各位 如果你对于文案写作的一些东西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那么就可以免费索取 我大概准备了八九样啊 包括像这个知识图卡啦 影片啊 然后电子书等等 那么有兴趣的人 你可以扫描 那个投影片上面的 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那么如果你看了 觉得有趣的话 你可以再去买书啊 我想这样子也不错 就是各位可以先先看看 先免费体验一下 好 那我继续再往下啊 然后另外呢 我在Line的这个社群上面 我开一个社群啊 叫做内容感动行销 那其实内容感动行销 是我上一本书的书名啊 那为什么我会开这个Line的社群呢 是因为我常常在很多的企业工部门 或者是大学院校授课嘛 那我授课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在听课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嗯 没错 这个文案写作也好啊 内容行销也好啊 就是这么一回事 大家都觉得蛮有道理的 可是一下课之后 大家又回到各自的工作馆位 又开始忙啊 那你久久又忘记了一些内容 或者就又又开始生疏了 因为你可能没有持续 没有那么多时间开始练习写作嘛 所以你可能有很多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样也很可惜啊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既然大家都有Line 我们就在Line上面成立一个社群 那么就欢迎大家在这个社群上面互动 那么无论你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你想要交流啊 那么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原地 来进行分享跟交流 所以后来我就 做了一个这样的社群 那当然也是一样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你可以加入啊 那目前这个Line的社群 大概一千多人吧 那我觉得就 一千多人就还还不错啊 然后我们近期就会分享一些资讯 好那 以上大概就是我个人简单的介绍了 那我想 我们今天还是主要谈谈书的内容嘛 所以我的部分就先在这边告个段落 那各位我想你很容易找到我 因为你上网搜寻Vista 应该就可以找到很多我的一些报道啊 或者是文章等等 或是相关的资讯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有兴趣的人都欢迎联系啊 我很期待跟大家多一点交流 多一点互动 好那我们再往下 那我们就开始来谈一谈 为何需要文案例 那我想我刚刚讲了 我们现在每个人 我们在这个我们每个人的工作 每个人的兴趣都不大一样嘛 比方有的人是顾问 有的人是讲师 有的人可能是业务啊 那不管说各位你做哪一行的 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都需要文案例呢 那我也知道很多人其实是不大喜欢写作 甚至是害怕写作 害怕做简报的 一听到说要简报 一听到一旦要写作就头皮发码 我也知道大家会有这样的现象状况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文案例呢 其实我也想请大家来在那个聊天室 在文字聊天室 可以输入一下 就是为什么你觉得需要文案例呢 我想也听听大家的说法好吗 看看大家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些回馈啊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文案例啊 也欢迎大家来来做一些交流 好那我接下来往下讲啊 基本上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点就是 透过文案例啊 可以让我们自己被看见 那我觉得当然很重要 一来是现在是所谓这个打造个人品牌的年代嘛 我们每个人啊 无论你是创业当老板 还是你是一个上班族 或者是你是一个专业人士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达到自己的个人品牌 那么达到个人品牌的第一步 你当然要让自己被看见嘛 那以往我曾经开玩笑的跟很多的学员讲 我说这个如果想要让我们自己被外界看见 各位你知道第一件事要先被谁看见吗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 我说要让自己被看见 要先让谁谁 要先让谁看见 有人知道吗 我们主持人知道吗 让谁看见 让自己啊 不是我说 我说我们希望自己被看见嘛 对不对 对 那我们要先被谁看见 先被谁看见 其实答案已经在投影片上面了 就是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被更多人看见 在这个年代 可能我们第一个要先被Google看见 我们要先被Google看见 对对 因为我们大家已经很 要排上面一点 我们已经很习惯搜寻嘛 比方说今天我想要了解我们主持人 对不对 我可能就打他的大名 然后把这个正立的打上去 对不对 或者把他的书名打上去 你就会去搜寻嘛 会做工偷偷的做功课 对吗 所以以我自己为例 我自己也会偶尔搜寻一下 不管是搜寻我的中文本名 还是英文名字 对不对 你就会去搜寻嘛 我想这个是大家的习惯 因为我们也都已经很习惯 搜寻引擎的陪伴了 所以讲回来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被看见 我觉得那就第一个 要先让Google去搜集我们的数位主机 那么如何建立你的数位主机呢 当然你就要多产出嘛 你要多写文章啊 或是多拍影片啊 多有一些自己的论述 所以这个东西讲回来 就是跟我们的文案力也息息相关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这个侃侃而谈 都能够有自己的观点 有你自己的论述 那当然也会对于你在网络上曝光 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一开始我就先跟大家破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文案力 是这样的一个缘故 那再来也稍微提一下个人品牌了 那我想最近很多人都听过个人品牌 那到底个人品牌是什么 简单来讲 你就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说 你是谁 那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大家需要关注你 还有你为何与众不同 你怎么帮大家创造更大的价值 比方你说啊 你是一个职业讲师好了 可是天底下的职业讲师这么多 对不对 那么好比你说你是在教写作的老师 你在教谈判的老师 但不好意思 教谈判的老师可能也好几位啊 那么你跟其他老师 有什么区隔 对不对 你教的写作跟别人的写作 又有什么不一样 这些部分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解说 那么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个很清晰的个人品牌 当然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关于个人品牌 之前那个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 他有一段很好的描述 他说什么是个人品牌 就是当你要离开这个会议室 离开这个场域 那别人怎么在背后谈论你 这个就是你的个人品牌 想想也很有意思 所以各位 如果说你想要打造个人品牌 你当然必须很清晰的去展现你的特性 你的专场 那么文案例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帮助你 可以帮助你去有更多的曝光 更多的论述 所以讲回来 我们要怎么去驱动个人品牌 那当然就是你的定位很重要 你的市场区隔很重要 你的关键特质很重要 比方说你除了你的专业之外 你的人格特质是什么呢 你是一个细心的人吗 你是一个温暖的人吗 你是一个活泼的人吗 这些当然也会影响别人对于你个人品牌的一些认知 而这些关键特质 以往它可能是内在的 以往可能是这个隐性的 那么你要如何透过你的文字 透过你的内容传达出去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主持人的新书 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个书的内容 我们就知道说 哇原来这个主持人 他有很多的专业 他有很多的想法 那这些东西当然都需要透过文字 透过影像等等方式把它传达出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要谈说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需要文案例 不管你做的工作是什么 不管你是一般的上班族 还是你是一个创业家 还是你是一个老板 我们都需要文案例 那要怎么样凸显自我特质 当然我们也知道 就是现在我们需要去强化自己身上的标签 我们每个人其实身上都有很多的标签 那各位你也可以盘点一下 这个别人都怎么样去谈论你 别人都怎么样给你贴标签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贴标签 好像是一件不好的事 是一件负面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正面思考 所以你怎么样让别人 去帮你贴这个很鲜明的标签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值得思考的 那比方说 如果当大家给你贴的标签 都有同质性的时候 那也表示说 你某个方面 其实你的自我形象的营造 我觉得那也是很成功的 所以这是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去想想看 你怎么样去凸显你自己的特质 那接下来谈到这个文案写作 我们说文案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那么当然文案写作 我们当然第一个一定先把读者 放在第一位 那么很多人写作 这个都是自我本位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你是这种创作 你是艺文创作 或是你是写日记 那当然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比较 主要的范畴是在职场写作 商业的写作 比方说你要写一本书 你要写个文案 那当然你就必须要把你的读者 把你的TA 把你的talkie audience 放在第一位 这非常重要 那么过去我们看过很多 很多公司的商业文案 我们都会发现说 其实这些商品文案 很多时候其实都在贯彻 老板的意志 就是老板觉得说 哎呀我们的东西做的多好多好 我们这个花了多少的经费开发的 我们多这个花了多少功夫 那这些当然可能都没错 但问题是 这是消费者想看的吗 消费者可能不在乎这些 消费者可能他不会觉得 这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这些东西 当然就会产生距离 所以我们在谈文案写作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要去思考 他的价值是什么 他的主题是什么 他的意义跟他的观点是什么 那另外这边有另外谈到两个东西 叫创意跟灵感 这个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以往我在很多地方 开写作课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为这个两件事情 感到很纠结 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我没有灵感 那没有灵感怎么写呢 不要说写书了 我可能写一篇文案 我都写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那我会觉得 如果我们一般人在 在这个接触 职场写作的时候 我倒认为说 各位其实不用太在意 创意或灵感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 先去想想看我们的主题 想想看我们的读者 他会关注什么样的重点 那么你可以把创意跟灵感 当成加分题 我觉得把它当成加分选项就好了 意思是如果你有创意 你有灵感很棒 那就是他会帮你加分 那么如果你一时想不到什么灵感 那也没关系 至少你好好写 你还是可以达到80分 我觉得80分也很棒 所以我们写作 我觉得浅显异动很重要 尤其现在是一个忙碌的社会 我们每个人 大家都处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 我们每个人都不见得有很多时间 可以好好的 去看完一篇文章 我想就算连追剧好了 我想各位 各位喜欢追剧吗 就像现在追剧 可能大家都很难 坐在电脑或电视前面 好好做一个小时吧 你可能看五分钟 你就忍不住 把手机拿下滑一下吧 或者是再看个十分钟 可能忍不住 想要去喝个水啊 去打开冰箱一下 我们会很容易分心嘛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都应该要 回过头去思考 我们到底要传达 什么样的内容 到底我们该怎么做 所以这个地方 我也希望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好 那前面就是先谈到说 那到底为什么我们需要文案例 因为以往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说 哇那我是不是念完大学啊 我是不是这个以后 这个进入职场 只要我的工作跟这些写作没有关系的 我是不是就可以跟写作说拜拜了 但我想各位你应该发现 其实不然 因为无论你做 做的是什么工作 我们都有很多机会要需要 借助这个写作 那么从 不管是这个写会议记录啦 写文案啦 写各式各样的提案报告 这些都跟文字脱离不了关系 甚至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去聚餐啊 我们去旅游 你也会想写一些什么实际游记嘛 对不对 然后你会抒发情感嘛 那这些东西当然也都跟文字 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我也觉得说各位 我们现在都知道沟通表达非常重要 那么写作当然是沟通表达的一环 所以呢 我也建议大家 可以这个多练习写作 多跟写作当好朋友 各位不需要那么的害怕或者是抗拒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我手写我口开始练习 所以如果说你 你过去没有没有经营自媒体 你没有写 你没有写部落格 或者是没有写什么脸书粉砖之类的习惯的话 那我觉得也没关系 也许各位可以从现在开始练习 那么如果你以前都没有这样经验 我觉得各位可以从自由书写 英文叫free writing开始写起 那么什么叫自由书写呢 就是你也许可以拿一张纸啊 或者打开一个笔记本啊 或者是把你的电脑 把你的手机拿起来 然后呢 你就开始 把你今天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或者你今天想到一些 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把它写下来 那么在写的过程中呢 你可能不需要有太多的负担 你也不用去担心你的文笔好坏啊 或者是你担心你的标点符号 对不对 你就必须先不管它 你都把它写下来 那么你把它写下来之后呢 再回过程去看 那我想各位如果你能够多这样去练习 写久了啊 第一个你就会 你就会知道写作是很有趣的事情 第二你透过这样的方式 也会让你的写作技巧慢慢的进步 我觉得写作是可以练习的 是可以进步的啊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以前都比较缺乏机会 去去尝试写作的话 那不妨从现在做起 那当然我也知道说大家很忙 但是我想再忙啊 我们每天总有个三五分钟吧 睡前五分钟 或是饭后五分钟 这个应该还是有这样的时间 所以各位你可以拿个A4白纸 或拿个笔记本就写一写 甚至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写那个写日记 那当然写日记不是说要记流水账 你可以写那个三行日记或五行日记 就是你一天最重要的 对不对 三件事五件事 人事事地物啊 我觉得这都蛮好 那比方说你今天遇到什么 谁啊 遇到什么朋友啊 同事啊 你跟他聊了什么啊 或者是今天有什么样的新闻 让你印象深刻 比方这两天那个沸沸的新闻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 对不对 那个他的桃源流窜 对吧 也许你也可以接体发挥一下啊 那这些都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比方像那个IKEA 对不对 各位你有看到IKEA的粉砖吗 他这两天就用 就借着这个沸沸的这个话题 串了一波流量 对不对 那是不是也很有趣 我今天又发现那个联邦银行 他也是用了这个沸沸的话题 来广发他的这个电子宝EDM 所以我想都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可以一起写日记 那当然日记 不一定要长篇大论 不一定要流水账 你可以写一下今天 三件对你最有意义 最有意思的事情 或者是你见到三个朋友之类的 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那刚刚我们说要写作嘛 其实很多人对写作还是会有点 怕怕的 或者是有点困扰 那么我帮大家整理出来 大家常常遇到写作的困扰 大概不外乎现在 推出现这几个问题 就是你可能看到了一堆趋势 看到了一堆东西 看到了一堆需求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样表达 或者是你没办法去勾勒这个目的 跟行动准则 那当然最多人呢 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 没有灵感 很多人就觉得没有灵感 没有feel 写不出好东西 那也不知道怎么开始 明明你已经手边有一堆素材了 明明你已经 这个主管或老板 已经给你一堆题目了 可是你还是写不出来 那有一句话说 提笔 下笔千金重 提笔千金重 很多人就觉得说 哇这个好难 那但是真的这么难吗 我想也未必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先 去思考一下 如果说我们从公司角度来看 各位公司 你们的产品是什么 你们有哪些优势 你们有哪些资源 我建议大家可以先自我盘点一下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经营个人品牌 我觉得那也是一样 你也是先盘点一下 你自己的一些资源 那当然这边的资源 不一定只有实体的 虚拟的资源也是资源 比方说人脉 人脉可能也是你的资源 或者你有些连结 这些可能都是很好的资源 那么再来 我觉得那个定位也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现在 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建议大家要先想清楚 还有就是这个工具跟舞台也是 那尤其像这几年 社群媒体也很流行 可是我想很多人也会觉得 无所适从 因为现在有好多社群媒体 好多平台 比方说有什么脸书 有IG 有LinkedIn 有各式各样 还有什么电子报 部落格 哇数不清 那么多 但这么多平台 我们是每个都要尝试吗 还是说每个都要用吗 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想大家都很忙 那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没有那么多的心思 去做这些事情 那么再加上我们台湾 也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 我们的人力物力通常是比较有限的 然后所以我建议大家 一开始也不用太紧张 也不要太贪心 我觉得呢 如果你自己有一个官网 你自己有一个部落格 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先从你的 个人的官网 部落格 或者公司的官网 开始做起 那么你可以搭配一两样 比方说你可以搭配粉专吗 或者是脸书社团 或者是IG等等 搭配一两样来经营就好了 那么等你慢慢经营出 自己的一些成绩来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才可以再考虑 你是不是要扩充 要扩边你的阵容 是不是你要延伸触角 到其他的地方去 我觉得这样子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那当然各位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你的强项是什么 或者贵公司 你的产品的属性 比较是什么 比方说适合用图像来呈现吗 适合用影音来呈现吗 还是比较适合用文字来呈现 这些地方也都要去思考一下 然后当然我们谈到写作 其实我们写作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我们要看的就是各位的观点 那不管是你现在买本书来看 或者是你现在看别人的一个提案报告 一个计划 我们其实要看的都是他的观点 我们不是要看那个me too的东西 所以呢 我也鼓励大家 建议大家 我们要勇敢做一个 有观点的人 那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 这个难免会有这个所谓什么 冒牌责政后群 会觉得说 哎呀自己何德何能 对不对 我也不是什么博士硕士啊 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学者啊 那我凭什么 有自己的观点 我凭什么这个垮垮而谈 但我想 大家不需要有太多的包袱啦 我觉得我们每位 每个人 我们都有自己的强项嘛 我们都有自己的专业啊 所以我觉得各位可以在你的领域啊 去畅属其言 去传达你的价值 去推广你的服务 我觉得这个 做一个有观点的人 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这个地方我想 我提出来跟大家相互勉励啊 那么当然也许你会问 那怎么样做啊 才能成为一个有观点的人 只是努力写文章就可以了吗 当然不是这样子的啊 因为努力写文章 努力输出很好 但是你的输出要有方法 要有策略 否则你如果只是每天 这个不乱写个500次啊 那还是没有观点啊 那怎么样有观点呢 我给大家几个建议 第一个你可以去多看报章杂志 我们现在大家都很习惯看网路 比方说滑手机看赖啊 看脸书啊 这当然很方便 但是像赖啊 脸书上的东西 它是比较短平快的 它的东西 它的深度是不够的 或者是它的通知性是很高的 那么我建议大家 还是应该回过头啊 去看书 看书报 看杂志 甚至听广播 然后各位 你可以去找一两个 你自己比较欣赏的作家也好 或者是波洛克 或者是专家学者也好 我们去观摩 我们去看它的东西 然后呢 各位你试着跟他来自我对话 来跟他对话一番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比方说像我看书啊 我看我看一本书 我除了会去看书里面的内容之外 我也会去看这本书里面啊 这个作者他想要表达的重点 甚至有时候我会试着跟他对话 或者是如果我看书里面讲的某些内容 我自己觉得不太同意的啊 我也会跟他这个fighting一下 我也会跟他试着好像隔空 跟他辩论一下 我觉得这也蛮好的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能够帮助自己思考 能够帮助自己啊 能够慢慢的去建构 你自己的知识的体系 去厘清 或者去输出你的观点 那么我觉得各位 如果说你能够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 你当然就会比较知道 你要怎么样去整理你的论述 还有就是怎么样去有效的输出你的观点 那么当你越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面 去表达你的重点的时候 当然别人就会知道你是一个很有专业的人士 别人就会很喜欢你的东西 那这边我可以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看一些学者教授的文章 有些学者教授当然他们的学问很好 他们都是博士嘛 硕士嘛 他们的学问很好 可是你会发现有些教授 他可能谈的都是理论 那理论当然很好 可是有时候我们光看理论 我们还是觉得比较生硬 所以有些教授他就很厉害 比方说他除了有学理的基础之外 他还很会用辟语 他会很会举案例 那我就特别喜欢看这样的教授 或这样的学者或这样的作者他写的书 如果一整本书 他都在跟我讲大道理 我想虽然很好 但是有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看不下去 第二个看完 可能我们的吸收还是有限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只是看那东西就觉得 哇好像好硬 或者是好像这个东西 我们虽然他讲的很对 可是这个东西好像我们很难去复制 我们很难去应用 那这样子也比较可惜 所以我也特别喜欢 我在看书看书报的时候 我也特别喜欢去关注别人 他怎么样去讲一个故事 别人怎么样 他的切入点是什么 或者是他能不能用一些有趣的辟语 举个例子来说 比方说最近这个AI很热 确实GPT很红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专家 都有发表评论 对不对 但是各位你也可以去观摩一下 比方说那个比尔盖茨 他怎么讲 他怎么讲AI 或者是像最近来台的李飞飞博士 他怎么讲AI 我们可以去观摩一下 那他们除了他们的专业之外 他们能不能用一些生活 比较生活的方式深入浅出呢 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参考的部分 所以我们简单讲回来 我们讲说文案写作是什么 如果在这边我给他试的来一个小节的话 我觉得文案写作就是各位 你陪着你的读者来一趟小旅行 我想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喜欢旅行吧 我想会讨厌旅行的人应该很少 对不对 那我想旅行本身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不管是你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另一半去旅行 或者是你跟你的同学朋友去旅行 旅行总是开心的事情 所以文案写作呢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陪着你的读者的一个精神旅程 那么只是说这个写作呢 它会反映出你的学经历 反映出你的专业 那么你要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试着把这些资讯加工 而且你要以销售产品或服务为目的 把它传达给你的这些读者 我想用这样的方式 各位你就比较容易理解说 到底文案写作它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文案写作 它到底要肩负什么样的责任 那当然说这边 我也可以简单再讲一下 那个文案跟文章 听起来很像嘛 对不对 那到底文案跟文章 有没有人知道文案跟文章 到底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如果你知道的话 或者如果你有想法 也欢迎你打在这个聊天室好吗 比方那个文案跟文章 到底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因为其实他们很像 不但这个字很像 只差一个字 他们本质也很像 但是文案跟文章 还是有一个最大的差别 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到底你觉得文案跟文章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那我欢迎各位你可以打在聊天室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分享一下 我们主持人知道吗 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我们今天的这个 Lisa老师的问题 我都答不出来 线上的朋友 对有人说也没有销售行为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接近 接近了 当然我觉得这个文案跟文章的差别 每个人的观点不同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所以这也许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我在这边 我可以提供一个 我的自己的想法 那给各位做个参考 就像我们的这位K吧 是不是 提到说有没有销售行为 对不对 我觉得很好 那其实简单讲 我觉得文案跟文章真的很像 那么文案 它是带有销售意图的 它是带有销售意图的 或是你刚提到说服动机 已经很像了 就是文章 当然它也可能会有销售了 但是文章 它也可能是 就是有各种的可能 但是文案通常是 我们会比较聚焦 我们可能是要卖一个东西 或者是我们可能要推广一个理念 比方说 我鼓励你去捐款 我鼓励你去捐血 这跟销售还是没关系 可是其实它也是一种推广 也是一种说服 所以这个是文案的重点 就是带有销售意图 希望说服对方买单 没错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想各位你可以理解 到底文案写作是怎么一回事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这边有三个写作元素 那三个写作元素 第一个当然就是TA 我们常常在讲 行一下讲TA Talking Audience 你写的文章 你在对谁说话 那你的文章是写给谁看的 那我们要理解这个受众 它的属性跟它的需求 再来既然我们谈到文案 它有销售意图 你就知道说那你到底是要推广什么理念 或者是你是要卖什么东西 那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做好功课 如果说你现在帮贵公司销售商品 你当然要知道贵公司你们自己的商品的特色 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 这当然要弄得很清楚 再来第三个就是瞄准 就是我们要瞄准这个受众它的需求 那么更重要的是下面那句话 我们要帮消费者找到购买动机 我觉得这句话要划线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不是单 因为现在的消费行为相对来讲变得很复杂 我们每个人每个消费者 大家都是耳聪莫名 大家都非常聪明 所以呢 现在的消费 现在的这个税服会比以前来的更复杂 简单来讲 东西好 你就一定买单吗 不一定 对不对 那么东西便宜你就买吗 我想也未必 就算这个东西免费送给你 我想你也不经常就会要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的消费决策是很复杂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写文案 我们更需要啊 一来是精准的瞄准 二来我们要设法帮消费者找到一个购买动机 举个例子来说 比方各位你有这个运动的习惯吗 很多人现在都有运动的习惯 不管你是为了减肥啦 为了健康啊 我想我们每个人 这个都都会想要走走路啊 跑跑步嘛 做做一点这个啊 运动拉伸等等 那么很多人就会想说 那既然要运动 可能你就会想要去买一个这个穿戴式的装置 对不对 你可能就想买一个这个什么运动手表啦 手环啦 但很有趣啊 各位像这个什么小米手环啊 可能一个一只几百块就有了 但是像那个什么Apple Watch 或是有一些什么Garmin的啊 的手手表 可能动辄要一两万 对不对 那那么这个时候就很有趣啦 那你你也可以买小米手环啊 这个一千块有找 对不对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一千块有找的产品 你就反而要去买Apple Watch 要去买Garmin 那种很厉害的手表 一只可能还两三万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重点就不在功能规格跟价格 而是你如果能够帮消费者找到一个购买的动机 对不对 他可能就欣然同意 他可能觉得嗯 没错 这个时候我的确需要一只Garmin的手机 手表 我的确需要一个这个Apple Watch 所以这个三个写作元素 也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我想大家在构思写作的过程中 可以从这三个环节去思考一下 那么到底你的TA是谁 到底你的产品有什么特色 到底你要怎么样去瞄准它 那我想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很多人在写写作的时候 会有一个盲点 会有一个瓶颈 就是你开头可能兴高采烈 哇你可能想到一个很棒的切入点 所以你就开始开始写了 可是写到中间你就累了 然后最后呢 你就一直原地打转 然后你就发现说 哇很难 很难结尾 一来你找不到一个有利的 这个结尾方式 二来你写来写去 绕来绕去 你也觉得哇怎么都没有重点 那读者更累 读者看了半天 原本以为说你在结尾 可以给他一些什么有趣的 一些干货啊 或者是有有趣的一些结尾 结果怎么发现 一直在原地打转 所以不但你写得很累 读者也看得很累 那么都双方都累的情况下 这篇文章当然就很可惜啊 因为他就 他的效果一定会不好嘛 一定会大打折扣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 就是在写作的时候 各位不妨去思考一下 这三个写作元素 那么从受众啊 特色啊 目标这几个方向去下手 我想可能会比较有助于说 各位你去写出一篇 实地有深的文章 写出一篇吸引大家的文章 那这个部分就给各位做个参考 那另外当然呢 我们讲写作嘛 很多人还是会很担心 这个文笔啊等等的问题 但是我想我们这个写作 我们做任何事都有策略啊 那就像打仗一样 我们打仗也是有分战略战术跟战绩嘛 那我们我们常常被战绩层面所吸引 比方我们常常会看说 哇这个人文笔好好啊 这个妙笔生花出口成章或者他很会说故事 我们常常会被战绩所吸引 可是其实战略很重要的 我们看这个乌俄战争打了一年多 对不对 你就会发现其实策略很重要啊 那你有策略 然后再发展这个战术战绩 我想这样是比较相得一张的啊 那么所以接下来再谈到说 那其实文案有很多的类别啊 有长的文案有短的文案 那么不同的文案当然他有不同适合的主体啊 那当然各位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啦 什么样的情境 什么样的商品要用长文案 什么样的这个东西要设用短文案 那么长短文案他的写作技巧 当然有不一样 那这边特别提一下 如果说你想要写长文案 这里我觉得这个可读性 易读性跟他的节奏就很重要 比方说因为既然他是长文案嘛 表示说不是你三分钟就看完了 你可能要花十分钟啊 甚至花更久要看的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有很清楚的逻辑 你必须要让他能够看得下去啊 所以这个当然是我们要稍微注意的地方啊 那懂文案的话既然他是很精简 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啊 自自公心 我们就很快就要有就要精炼啊 就要很快的把这个重点把它传达出来啊 那这个是长短文案 他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个那不知道有没有人有想到啊 什么样的东西啊 适合用长文案 什么样的情境适合用短文案 各位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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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吗 如果你有想法的话 也欢迎你啊 可以打可以打在这个聊天室啊 什么样的东西啊 必须要用长文案来 来宣传啊 举个例子 各位你买杯咖啡需要长文案吗 可能不需要吗 对不对啊 你买个你买个手手摇引 你需要长篇大论吗 不需要吗 对不对 买就买了 对不对 那什么样的东西啊 你需要用长文案来解释 第一个可能是比较复杂的 对不对 比较比较比较难懂的东西 第二个他可能是比较贵的 比方什么房地产 对不对 对你你大概不会没事 没事这个一个礼拜买一个房地产吧 或者是这个两两一个月就买一台车吧 比较不会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车子啊 房地产啊 或者是比较要做重大决策的东西 他可能就适合用长文案来沟通 但是如果是我们一般民生消费 我想你买你买个什么叶黄树来吃 你大概也不会想要看长文案吧 对不对 因为简单重点讲一讲 你大概就买了嘛 所以呢长短文案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去思考 长文案通常是比较复杂的呀 或者比较高价的东西 那大家也会比较有有有这个心情去看 再举个例子 比方说如果有人他即将要这个结婚 他要他不管是他要他要去做室内装潢啊 或者是他要做什么新娘化妆啊等等这种 他也比较会去看长文案 因为他会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嘛 他会比较耐着耐着性子去看 但是如果我们一般的这种普通的消费 你可能就觉得长文案就已经很足够了 所以这地方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再来谈到这个写作流程啊 以往我们讲到写作嘛 大家都知道这个起承转合对不对 那么我必须说起承转合啊 当然他他还是对的啊 我觉得起承转还是蛮好 但是问题是起承转合有个问题是 他比较抽象啊 所以我想各位你可能听到起承转合啊 你就知道这个逻辑是对的啊 这个到底是对的 可是怎么起啊 怎么成怎么转 对不对啊 你还是不大清楚 所以在这边我有一个自己的方法跟大家分享 我建议大家可以从观察做起啊 那我们刚刚讲了嘛 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的年代 那么我们其实不缺资讯 但是我们缺的是好的资讯 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输入也很多 我们每个人的input也很多 那这input当然不是只有看书啦 这个追剧啊 这种才叫input 你每天上班啊 或者是你去什么便利商店购物啊 的过程中 可能我们有意无意 我们都看到一堆讯息嘛 只有这些讯息啊 你虽然看了 可是你不会把他放在心上 你可能很快又让他过去了 所以虽然我们可能每天get到很多的重点 但是其实真正在你心中留下印象的 是少之又少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就是说 我们人有五感啊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只是用眼睛看 你应该也多用用什么触觉啊 嗅觉啊味觉啊等等 举个例子 比方说各位 你应该有常常有机会去些百货公司吧 去些什么成品心意店 这种地方去逛街吧 那各位你想想看呢 你当你今天这个踏进成品心意店 或者南西店的时候 你第一个闻到的味道是什么啊 是香水吗 是书香吗 还是什么味道 还是那个便当的味道呢 各位你可以想一想啊 那其实这非常有趣 为什么我们说便当味呢 各位你有发现吗 以前百货公司一流都是化妆品专柜 对不对 所以按理说 应该我们应该第一个闻到是香水味道 对不对 可是各位你有发现吗 现在很多百货公司的门口 他会卖卖便当对吧 他会卖那些餐盒对不对 所以啊 也许你现在进去那个大卖场 台湾公司 第一个闻到的可能是那个便当味道哦 可能还不是香水的味道哦 所以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那我建议大家就是多去观察我们的生活周遭 观察我们的市场哦 那这里面当然就会有很多有趣的线索 再来呢 我希望各位你观察之后 你能不能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描述呢 比方说你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场景 对不对 你能不能比方你今天看到有人在这个大马路边吵架 或者有人在这个菜市场跟老板杀架 对不对 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语描述这个场景 能不能说出这个感觉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再来呢 你可不可以从中去思考去思辨 去找出一些商机 找出一些这个耐人寻味的东西呢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这也很棒 因为当你找到一些商机 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有题材可以写了嘛 那最后采取行动 当然就是第一个 你要把这些刚刚的这几个步骤 把它写下来 对不对 再来第二个 特别是我们在写文案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行动呼吁很重要 call to action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希望 希望大家能够采取行动嘛 可是现在我们刚刚前面讲了消费者 其实他的消费觉得是很复杂的 好比你跟他说 我们今天主持人 这个利德雄的新书很棒 你叫他快来买 各位你觉得叫他快来买 他就来买吗 他有那么听话吗 哪有那么简单 对不对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你当然 你当然要要给他一些理由嘛 你当然要给他一些甜头嘛 你当然要给他一些好处嘛 所以这个你怎么样设计行动 呼吁 你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说 的确这个事情我是立刻要做的 那当然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 用我的这个写作流程来试试看 如果你觉得起程转合 真的还是太抽象 太行而上的话 那么也许你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试试看 来练习一下 然后搭配我们前面讲的自由书写 对不对 你不需要有压力 你也不需要去想说 我要什么出口成章 没有笔生花 不需要 你就先从如实的表达 你内心的看法想法 然后慢慢练习 那么当你写着写着 你慢慢把写作变成你的肌肉记忆 之后呢 你再来去加强你的文笔啊 加强你的排版啊 加强你的论述啊 那我想这样的做法会让你事半功倍 会让你相得一张 然后会让你把你的专业 然后跟你的写作 把它做一个有趣的结合啊 或是这样 这样就是其实会让你能够发挥出 更多的价值 那当然我们前面提到嘛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有观点的人 所以各位 你也要在治理行间啊 去传达出你的观点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好像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嘛 这就是一个生活中的场景 大家都知道在哪里 大家知道吗 这就是便利商店的一角嘛 对不对 那么各位可以想看那个女孩子 她在干嘛 她在做什么呢 她在结账吗 她在排队吗 还是她在做什么呢 那比方说 如果像这样的一个场景 各位你能够看图说故事吗 你能不能去猜想她在做什么 你能不能写出一篇文章 来借题发挥呢 我想这样的东西 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都是我鼓励大家 也建议大家 可以多做这样的练习 你可能今天在咖啡馆 看到一幅有趣的画面 你可能在包括公司 或是在哪里 看到一个 让你觉得很意外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呢 自己练习的去写看 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练习 所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当然 再谈到这个写作的准备动作 我觉得这边我列出一些流程 给各位做个参考 那简单来讲 我们必须要了解 外在环境跟内在环境 那当然这个行销宣传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内容产制固然重要 但是行销宣传也很重要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怎么样 在写好我们的文章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去转贴 怎么样去分享 怎么样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要怎么扩散 这个当然也是 现在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这边有 左边有提到六个 从观察市场 盘检资源 设定主题开始 然后再来就是进行规划 开始试写跟修正方向 那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你一个好的文案 或一个好的提案 它往往不是一次就写好的 它必须要不断的修正 不断的迭代 对不对 甚至有时候 你还要让它稍微放一下 让它沉淀一下 再去修改 我想这些可能都是必要的功课 那所以这部分也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当你今天要写一篇 比较正式的提案 写一个比较正式的报告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流程 好 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打造这个文案密码 那所以各位听到CPM 你们有发现 其实文案很重要 你不见得是你是行销人员 你是业务人员 你才需要文案 你即便你是一个这个文职的人员 你是一个就是做办公室的人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 客服人员 你可能也需要文案 因为你需要文案 需要写作来帮助你做很多的事情 做很多的沟通 更何况文案的确是可以帮助你做销售的 所以这个也建议大家 也欢迎大家多来这个练习写作 不要觉得写作很难 我觉得写作是可以练习的 是可以进步的 当然我也必须说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村上村树 都可以成为东野鬼舞 但话说回来 我们也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金庸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对于写作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轻松 比较这个放轻松去面对 那我觉得如果各位你有空就写一点 有空就写一点 我觉得你一定会这个进步 因为我们讲说练习不会骗人 你长期的积累一定会进步 而且我们前面不是提到说 有一些社群吗 我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社群 然后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 你真的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一个人写作 一个人做一件事情 难免会有点孤单 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一起 一起来写 一起来打怪 我觉得那蛮好 一起来练功 我觉得那蛮好的事情 所以像这个深夜读书 我觉得蛮棒的 大家一群人 大家一起来读书 一起来这个脑力激荡 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然后那夜晚呢 就是夜深人静 大家可以沉淀下来 我觉得其实蛮好的 那你说人数多寡是一回事 你说大家的来自四面八方 大家的专业 兴趣都不一样 我觉得很好 那当然我也很期待 我们可以多一点互动 多一点交流 那不管是在聊天室的互动 或者是之后 我们有机会多聊聊 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事情 那当然大家今天嘛 今天既然我们谈这本书 文案例就是你的超能力 我当然 主要重点倒不是打书 而是我希望 第一个鼓励大家 就多来试试看 多来练习看看 写作没有那么难 那我觉得其实写作是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欢迎大家都来尝试一下 都来尝试一下 那再来我们再聊一聊 文案写作的切入点 这边可以提到 有所谓的这个5WH 所谓的六合法 那么我想这个六合法 可能我们从小都学过 在国中高中的阶段都学过 那么各位 你也可以从这几个面向来思考 当你今天要构思一篇文章的时候 你也可以从背景动机 问题挑战或是解决方案 行动呼吁等等的面向来切入 我觉得这都蛮好的 比方说 那我们现在还可以结合很多的时事 解庆 像我们刚刚提到 这两天因为那个沸沸 沸沸的事件 对不对 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单位 就会借题发挥 对不对 什么IKEA也借题发挥 联邦银行也发挥 其实都是蛮有趣的 或者是很多人 比方说很多人喜欢 想要这个财务自由 想要FIRE 对不对 想要这个 那那你就可以去思考说 那我们怎么样给他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怎么样鼓励大家 去找到一个可以快速财务自由的方法 那至于你说是投资美股 是买ETF等等 可能都很好 但是我们就要给出我们的解决方案 我们就要给出一些我们的经验 那各位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 都有自己的强项 所以我鼓励大家可以把你的强项 把你的兴趣 透过文字的方式来传达出来 我觉得这其实是蛮好的一个事情 我们刚刚都说了 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的年代 所以我们不缺 其实我们不缺资讯 但是我们缺的是好的东西 所以各位请你 就是把你的专业 把你的兴趣都把它画成文字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 我想这样做的话 一来我们会有更棒的东西 二来讲回来 我们也就更不容易被这个市场 被AI取代 最近AI很红 所以很多人都很担心 说以后是不是饭碗不保 对不对 但我想其实我自己是比较神圣乐观 我觉得其实一来没有那么容易 二来其实我们要担心的不是AI 我们要担心的是那些 又懂的科技 又会用AI的人 对吗 所以我想我们自己就要成为一个 懂AI的人 我们自己就要成为一个有观点的人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逻辑思考 这边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各位在写一些 因为我们前面讲说文案 是带有销售意图 对不对 那么你要怎么样去让别人愿意看你的东西 很多人写文案 就拼命在谈功能 规格价格 或者拼命在传达一些 他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比方他告诉你说 哇这个投资理财很重要啊 所以你应该来我们家的保单啊 或者是他可能有人跟你讲说 这个业务很重要啊 说你应该学一些业务的提案技巧啊 这些可能都是对的 但问题是可能很多人听不下去 很多人就觉得说 哇你就是要来推销的嘛 所以呢 也许我们要去思考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转换一下 也许我们可以先从卸下心房开始做起 对不对 然后再去想想看 我们怎么样传递一些有趣有用的讯息给对方 然后怎么样明确的沟通表达 那这样子的做法 也许会对大家 大家比较听得进去 然后这样的效果也可能会更好 那这个部分就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好 那接下来再简单讲一下 就是很多人谈写作嘛 就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哇 那个下笔千金重 就是明明有很多想法 明明有很多素材 对不对 可是开头就不知道怎么写 结尾也不知道怎么写 那这边我跟大家分享几个方法啦 像开门见山嘛 自问自答 金具开场 前进描绘跟结论前述 前置 这些部分我觉得都不错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就像问答 我觉得蛮好的 尤其是我们要写文案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 如果说你能够想提出一个好的问题 我觉得用问答的方式 是一个蛮不错的切入点 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大家记得 你提了一个问题出来 你最好马上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 比方你告诉大家说 大家这个普遍 普遍大家国人的英文都不太好 这个可能是事实 对吧 但是你很快要告诉大家 那所以呢 所以你可以给大家一套 比较有效的方法吗 还是你有什么建议吗 所以像自文自答很好 那像金具开场 当然就是我们可以引用一些专家学者 或名人的谈话吗 因为我们人普遍我们会信赖权威嘛 所以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很厉害的专家 你引用他的金具 那当然这个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那情境描绘当然就是你要勾了一个场景 那另外我觉得那个结论前置也很棒 因为既然我们是很明确的沟通跟表达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一开始 你就告诉大家说 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学写作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一点谈判的技巧 你先讲结论 后面再讲原因跟理由 我觉得这也蛮好的 各位你可以参考这五个方法 那结尾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方法 我们也有五个方法 你可以前后呼应 这个很重要 再来悬疑设问也很有意思 悬疑设问跟刚刚那个自问自答 蛮像的 那大家知道差别在哪里吗 悬疑设问是放在结尾 所以呢 你把问题丢出来 但是不给他答案 那这个是很有趣的做法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的问题设计的很好 其实读者会上钩对不对 他会不断去思考说 对啊 那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是那样 为什么这个我们的作者说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一点NLP 学一点谈判技巧呢 他你可能书上没讲 可能文章没写 可是他就会不断去想 那这样子不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吗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希望他去学习 就希望他够以他的学习动机 那像一味解说呢 就是说我们常常可能在文章里面 谈到很多重点 比方说我们今天介绍一个商品 我们可能讲说 我们今天讲一个 好比说讲一支iPhone手机好了 哇他可能有十个功能 二十个功能 可是我想我们现在大家的记忆力 都比较差 都是大家都很都容易分心嘛 所以你讲那么多功能 讲那么多东西 他一下就忘记了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 就是你可以在结尾的地方 帮大家重点整理啊 这个像前情提要这样子 你可以做一些摘要 那么这样子其实一来 你就知道结尾怎么写 二来可以帮助大家记忆啊 那至于像期望行动 跟动机陈述 就如同他字面上的意思一样 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 我们希望他采取哪些行动啊 或者是那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比方说我今天我的目的很简单 我要推广写作 好比是这样的话 那我一开始或是结尾 我就告诉你说 对所以我今天我的 我的目的就是 我要推广写作嘛 而不只是打书嘛 那我希望大家一起来 拥抱写作 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 因为呢 一来我觉得我们可以很大方的 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 我们也不需要遮遮掩掩 或偷偷摸摸 我觉得没有必要 二来我觉得这样很明确的表达 反而会让读者去理解 我们的想要表达的重点 所以前面呢 前面我谈了几个方法 破题法 这边谈了五个嘛 结尾这边也有五个嘛 所以各位 你就可以有五五二十种排列组合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 也让大家以后的写作 你可以有更多的变化 你不会写来写去 永远都是开门见山 那么你可以有些相互的搭配跟应用 那么这样的话 我觉得一来是文章更有趣 二来你的文章的结构 也会更立体 那这个部分 我想就留待给各位 有空虚试试看 好比说你可以这个京剧开场 搭配一味解说 你可以开门见山 搭配期望行动 那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我推荐给大家去试试看 好 那最后当然就谈到说 我们讲文案嘛 那很多人的文案都会去写很多特色啊 卖点或是他的功能规格 这当然很好 但我会更建议大家 你可能要更聚焦在利益 跟解决问题的面向 如果说你能够从消费者 从读者的利益着手的话 我想这当然更容易吸引大家 或者是说你能够给大家一些信赖保证啊 给大家一些数据佐证 给大家一些优惠 给大家一些类比 批语的话 我觉得这也有助于大家去理解 你想要表达的重点 那我觉得现代人 因为大家都很忙碌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当时要直分主题嘛 就是要直求对决嘛 所以你直接谈 你直接用利益来驱动 我觉得这没有不好 这其实蛮好的 因为我们今天做任何的决策 我们买任何的商品 我们通常都是为了解决问题 或者想要得到一些benefit而来嘛 所以你今天你要告诉我说 为什么我要学习NLP 因为NLP可以帮助我做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要学习谈判技巧 因为谈判可以帮我怎么样 帮我这个争取加薪吗 争取升官吗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各位你要把这个事情的利益 把它讲得很清楚 那这样子当然消费者或读者 他也会更有感觉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其实这个我们今天谈了很多文案写作 那这边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的确内容为王 的确这个好像写作蛮重要的 可是到底该写什么呢 有哪些题材可以写呢 不知道 那么这边我就给大家一些建议 我觉得五类 就是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可以怎么应用 因为像情感类啊 因为我们人是情感动物嘛 我们人都有这个七情六欲嘛 然后我们人也是这个社交的动物嘛 所以像社交类情感类的这些题材 我觉得原本大家就会关注 那再来像专业实用的文章 那也很重要嘛 那还有一个就是时事 我觉得时事跟节庆也很重要 尤其像我们台湾每个月啊 基本上都有一些节庆嘛 都有一些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当然如果说 这个时候你能够搭配一些 时事啊 节庆或季节的变化 来去书写的话 当然也能够这个啊 争取到大家的眼球 举例来讲 这个现在四月马上到了嘛 那但是各位你想要四月 你又想要什么呢 四月你想要春天吗 想要什么星座吗 各位可以想想看啊 四月还有什么节 比方四月有这个春假嘛 对不对啊 然后四月你可能要什么 有儿童节啊 要扫墓啊等等 你就可以去思考说那不同的节庆 不同的时间点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 借题发挥啊 这个份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刚刚有讲到这个 我们现在大家的这个消费啊 的这个行为都变得比较复杂 所以这边也给大家思考一下 你要怎么去观察 这个消费者 他的这个消费旅程 他很多时候啊 他他都是从觉察开始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写一个 有效的文案 你就要去思考一下 到底大家的需求是什么 举个例子来讲了 我想大家没事啊 你不会想要去买一瓶叶黄树来吃吧 你今天可能没事 会想去买杯咖啡来喝 你大概没事 不会想说我去买一瓶叶黄树来吃 你可能是觉得 突然觉得视力模糊啦 或突然觉得熬夜追剧 追太凶啦 对不对 你才去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去眼科挂号 还是我应该去买个叶黄树来吃吃看 还是我应该就这几天都不要熬夜 都多睡一点 对不对 所以你会先从 他们想要挤什么问题着手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各位 我们在写文案的时候 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 我去想想看 你怎么样从觉察考虑 然后到最后决策跟行动 这个部分也给各位做个参考 那我们讲购买决策也是一样啊 就是我们的文案啊 并不是到那个购买啊 并不是他买了以后就就就就没事了 我们也要连他的购后行为啊去思考 因为各位你可想而知 购后行为跟什么有关 跟那个口碑评价对不对 都有很大的关系嘛 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不是 我们的消费者都会做功课 我们都会这个上网去看评价对吗 然后你去你想要周末 想要跟你的家人去去去那里约会用餐 你都先上网看看他的评价嘛 你会去看看那个Google有几颗心 对不对 所以那个购后行为当然也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地方当然也是我们要撰写文案 你需要注意的部分 我们要怎么样去争取好的评价 好的口碑 这个当然都非常要紧 所以这个地方就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最后谈一下就是 我们怎么样用文字来勾引顾客 我觉得这边提几个点啊 就是各位你可以去想想看 我们可不可以跟他谈好处 或者谈新闻性 或是勾引他的好奇心等等啊 这些部分可能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如果你能够从这几个面向着手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你比较快 能够去抓到大家的眼球 那这个地方当然我想原则是这样子没错 但是可能各位你还是要实际的去写写看 练习看看 你才能够知道说那到底这个你实际的这样做 这个这样做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成果 这个部分我想就留带给各位去试试看 你可不可以多说说好处啊 多谈谈新闻性啊 或者是设法勾引大家的好奇心啊 这个部分留带给各位去试试看 那当然各位如果你有任何的 你实作以后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你实作之后有任何有趣的发现 我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讨论啊 或是留言给我 或是写email给我 或者是跟我在脸书上讨论 我都很欢迎 我觉得这部分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鼓励大家都试试看 那我们前面也讲到策略嘛 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做个参考啦 就是各位可以想想看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设定你的目的跟你的受众 你要怎么样从中去找到他们东西的关联 那么如果说你能够找到一个关联的话 当然对于你要写出一个有效的文案就很重要 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嘛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手机的用户嘛 可是你想想看哦 这个上班族买手机跟大学生买手机 是差很多的 是不一样的 除了他们可支配的所得不一样 他们的需求也不一样 比方说对上班族来讲 你可能会要求这个功能 就比方说这个拍照功能很强 你可能要 你可能会追求品牌 对不对 你可能会追求时尚感 可是大学生呢 各位可以想想看 大学生他最care什么吗 很多人以为大学生会很在乎价钱 很在乎这个相机的画素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哦 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 那个世新大学的调查 他们发现大学生最在乎的 也是防水跟防衰功能 因为大学生常在户外活动嘛 常常办团康活动嘛 然后所以他们常常骑车什么的 所以他们那个手机 常常会掉东掉西 所以这个他们很需要防水防衰 可是各位想想看 像我们商务人士 商班族 一来你比较稳重 二来你 你大概就是办公室啊 家里这个两点一线 你也不大会有很多地方要要奔波 所以你的手机不大会常常掉东掉西 对不对 那个摔破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能够很清楚知道 你的受动是谁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你可以找到他们的关联 甚至你可以找到 他们喜欢消费的媒体 比如说大学生 他可能他不见得都看脸书啊 大学生可能看IG居多 看PTT看D卡居多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都是在脸书上颇文 那个效果一定不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呈现的形态 跟我们露出的管道 这个地方也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简单来讲 我最后帮这个文案写出的密码 下一个简单的总结 就是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我们写文案的时候 不要只写自己想说的话 而要多说说对方想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呢 功能规格价格固然也很重要 但是我请大家多重特性优势跟利益 这几个面向着手 那么如果你能够多去谈谈 这个商品这个事情 它的特色啊优势啊利益的话 我想更能够帮助你去吸引到 你想要吸引的目标族群 那我想以上 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那最后我有一个查核表 也可以各位做个参考 各位会想想看 就是当你写一篇文章文案的时候 你会想想看 那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案 你凭什么写这篇文案 那么你写这篇文案 你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然后这篇文案 你为什么特别的重点 那么你希望它可以带来哪些回馈 或者是你希望 这个读者看到这篇文章 它的感觉是什么 那当然也要注意 这篇文案它可 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争议啊 或者是一些误解啊等等 这些当然也要稍微注意 然后最后当然也要想想看 我们写作的时间场景跟频率等等 这个部分可能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所以这张投影片 它可以像是一个查核表 各位也许你可以有空的时候 对不对 你就会写钱 然后写之后 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比对一下 看看你自己写的文案 对不对 有没有哪些地方漏掉啦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查核表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好 那最后 大概就是 我想今天就是很快啦 一个多小时 就是跟大家来谈谈 我这本书 大概有讲了这些重点 那也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希望大家听了觉得有趣 从此不再是写作为位图 写作其实应该是很有趣的事情 那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写作 那么如果大家对于我今天的分享 有任何的意见指教 或者是有任何的想法问题的话 都欢迎跟我交流 那我今天的分享 都在那边告一个段落 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吗 谢谢 好 太棒了 这个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获益良度啊 我们是不是给Visa老师一个赞啊 我觉得很棒 老师请问一下 你刚刚的这些内容 书里都有对不对 对啊 对啊 书里都有 OK 非常棒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都可以把握这个宝贵的机会啊 大家可以直接开麦克风啊 我觉得老师刚刚讲的 我自己写书啊 我也有用到 我的第一本书啊 比如说老师刚刚说的 5WH 因为我第一本书是讲谈判 我也说5WH 谈判的5WH 或者老师说人事实地物 我的谈判五大元素 就是从人事实地物 分散出去有20个谈判的这个制胜关键点 所以其实一通啊百通啊 就是可以用在不同的层面上 所以听了非常有感觉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把握这个宝贵的机会啊 当然也可以加入老师的 这个Line的群组 对不对 老师刚刚是不是有给我们QR Code 是 或者是大家 1000多人的嘛 对不对 大家 对 好 OK 对 这一个 那我想请问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老师如果说 我们说第一步很重要 因为说老师刚刚说 要行动嘛 对不对 要勇敢的写 对不对 不要把自己当作家 子兰说 每天花5分钟练习写 如果就是针对这个 花5分钟练习 或者说我们常说 睡前 对不对 写三件 什么感谢的人士 老师对于这个3分钟 5分钟 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因为 这个也 我不会直写说 我今天遇到我国中老师 然后就没了 这好像也没有什么 写作的练习的一个功能 对不对 我觉得第一个 就是 我觉得 每天花5分钟 我觉得蛮好 因为我想 大家在忙 5分钟10分钟 总还是有的吧 所以呢 当然我们以前在讲说 有人讲说 金银制媒体嘛 有人讲说 我自己给自己的承诺 一个礼拜写一篇 这当然很好 但是我觉得 如果说大家刚开始练习 其实你能够每天写 那是最好的 所以 每天写 你花个5分钟 10分钟 养成一个习惯 就像那个原子习惯谈的嘛 我们先通简单的做起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你 过去没有写作的习惯 那么我就鼓励大家 你从自由书写开始 那既然是自由书写 你拿了纸张啊 拿了笔电 拿了手机 就开始写 你也先不用管什么 标点符号啊 也不用管什么 这个文法 什么都不用管他 你就把你每天看到 或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写下来 比方说你今天跟同事 聊了什么吗 你今天吃饭 有什么感动吗 或是你今天 早上这个搭捷运 你遇到什么人事物 你就把它写下来 对啊 那么就先练习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培养这样的习惯 那么你写着写着 慢慢你就会知道说 你怎么样去掌控 那个节奏啊 怎么样去抓住 那个观点 那当然我也鼓励大家 你不是写完就算了 可以的话 你应该要回头 检视他啊 你会回头去思考啊 那今天带给你的三个 三件处 这个最触动人心的事情是什么啊 那当然就是 你也可以去想想看 还有一点就是 我也建议大家 你不要只是描述啊 你不要只是描述啊 我今天这个中午啊 去买便当的时候 偶遇我的国中同学 对不对 那这只是描述啊 我觉得你可以加入 加入一点动词 加入一点形容词啊 然后还有就是那那之后 你比方说你见到你的同学 你可能很开心 跟他聊两句 对吧 那你可能后面会有一个行动吗 你想说那是不是我们下个月啊 我们来组织一个同学会啊 对不对 你可以把你后面的这个目标 等等做一些设定嘛 或者是你今天看的这个新闻 对不对 看到到那个那个六千块 你就想啊 那你你那六千块 你要怎么用吗 对不对 比方说现在很多那个饭店业 对不对 他们是不是都开始 这个想方设法 希望争取大家的六千块 对吗 因为各位可想而知吗 你现在这个领到六千块啊 你你如果说很快 他能够是一个方案 让你把这六千块花出去啊 然后又不会太心疼 对不对 他当然是最好 而且最好是这个六千块 如果你还能够再加买一点点啊 那当然对他来讲是更棒的 可是如果他希望你这个到 消费到六万块 这感觉就距离就差很多很多 这不大可能对吧 所以那个六千块 怎么样变成一万块啊 也许啊 这个就是一个对商家来讲 就是一个他们要 要这个蜘蛛必较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其实非常有趣 所以为鼓励大家就是说 第一个 你可以养成写作的习惯 你不要害怕写作嘛 第二个 呃一开始写的不好 无所谓 因为一来 一开始你也不用去想说 这个你要发表嘛 所以你没有发表的问题 所以你也就不需要担心 说自己写的好不好 你可能就是自己写在笔记本上啊 写在手机里面 自己三不五十拿出来看 那当然 当你写着写着 你慢慢写久之后 第一个 你就你就越写越好 第二个 你可能就这个时候 会开始觉得说 哎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写在我的脸书上面啊 写出来我的部落格上面 跟大家分享啊 那这个时候 其实它就会慢慢水到渠成了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鼓励大家就是可以多练习 那 那你 我觉得写日记也是很好的做法啦 所以我觉得你写个三行五行 那也很好 因为呢 三行五行看起来很短 对不对 可是各位 如果我们连续写 写三年呢 对 连续写五年呢 那个也很可观啊 对不对啊 我跟大家举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我自己在脸书 有成立一个笔记的社团 叫做我爱写笔记 然后呢 我之前办一个聚会啊 我们里面有一位张大哥啊 然后他来参加聚会啊 他是因为即将退休 或者已经退休的一个大哥 他在公务体系认职 然后呢 他就聚会的时候 他就背了一个大包包 背包来 然后就把背包打开啊 他就从里面取出 大概20多本笔记本 他就说这是他上班族啊 人生的这个精华 从他day one啊 进到这个职场去工作 到他要退休啊 他写了二三十本笔记本 那你看你不觉得很感动吗 现在不管他内容是怎么样 你看这都感动对吧 然后你看他那个编号 而且他能够信手拈来啊 然后他就告诉 你随便问他一个什么 他就告诉 对这个第几本的哪里啊 哇 他的人脑比电脑还厉害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不是很棒的事情吗 所以我鼓励大家 的确啦 就是不用太在乎别人的想法 我们先从自己做起 那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嘛 我们就像那个原子习惯讲的 我们先从简单的事情开始做 那慢慢的练习练习练习 你就能够做 你就能够做很复杂的事情 就这份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太好了 那大家记得啊 这个加赖群组 然后呢上网啊博客来就可以买到书 那今天非常感谢Visa老师啊 那我们是不是最后照一张相好吗 大家愿意的话把镜头打开好吗 啊我们一起照一张相 来大家愿意可以的话把镜头打开 我们给老师一个赞好吗 啊来预备啊我照张相啊 啊一二三 好有没有打开我等一下啊 等一下我再照一张啊 啊大家呃就不用化妆了 可以把口罩戴上就可以了啊 OK好 来一二三 好谢谢大家 谢谢Visa老师 谢谢大家 晚安 拜拜 拜拜